公务员法概要 十一公务员之行政中立 一、立法目的 行政中立法立法目的 系为了使公务人员于执行职务时 能确实依据法令执行职务 而不因个人政治理念 所属政党不同 而有不同裁量标准 同时基于宪法赋予人民参政的基本权利 不应具有公务人员身份予以剥夺 因此该法也对公务人员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制 做出适度的规范 确保公务人员依法行政、执法公正、政治中立 并适度规范公务人员参与政治活动 二、适、准、用对象 一、适用对象 以常任公务人员为规范对象 不包括政治性任命之政务人员及民选地方首长 二、准用对象 一、公立学校校长及公立学校兼任行政职务之教师 二、教育人员任用条例公布施行前已禁用 未纳入全序之公立学校职员及私立学校改制为公立学校 未具任用资格之留用职员 三、公立社会教育机构专业人员及公立学术研究机构研究人员 四、各级行政机关具军职身份之人员及各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军训单位或各级学校之军训教官 五、各机关及公立学校依法聘用、雇用人员 六、公营事业机构人员 七、经正式任用为公务人员前实施学习或训练人员 八、行政法人有几专任人员 九、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司法人之董事及监察人 三、不适用对象 一、政治性任命之政务人员及民选地方首长 政务人员法草案将予以规范 定定于该法第十三条至第二十条 二、临时人员、既工、工友、驾驶及住位警 虽不适用行政中立法 但行政院及内政部已分别定定市类人员行政中立规范事项 三、相关规范内容 一、中立与公正原则 对掌管之行政资源、对依法申请之事项 裁量应秉持公正公平的立场 不得有差别待遇 二、参加政党之规范 可以加入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 但不得兼任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之职务 也不得兼任公职后选人竞选办事处之职务 三、上班时间之规范 公务人员不得于上班或勤务时间 从事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之活动 但依其业务性职、执行职务之必要行为 不在此线 四、职务行为之规范 一、不得利用职务上之权利、机会或方法 为政党、其他政治团体或你参选人要求 契约或收受金钱、物品或其他利益之捐助 二、不得阻止或妨碍他人为特定政党、其他政治团体 或你参选人依法募款之活动 五、政治活动之规范 一、公务人员不得为支持或反对特定之政党、其他政治团体 或公职候选人、从事相关政治活动或行为 二、不得动用行政资源编映制、散发、张贴文书、图画 其他宣传品或办理相关活动 三、不得公开为公职候选人站台、游行或拜票 六、选举事务之规范 一、不得利用职务上知权利、机会或方法 要求他人行使或不行使投票权等 二、公务人员登记公职候选人者 自候选人名单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址 应依规定请试假或休假 三、于发布选举公告日至投票日址之选举期间 应禁止政党、公职候选人或其支持者之造访活动 并应于办公、活动场所之各出入口明显处所张贴禁止竞选活动之告示 四、行政中立问题厘 一、民选地方首长、政务人员是否适用行政中立法 答 一、民选地方首长、政务人员均不适用行政中立法 但已于政务人员法草案研议相关事项 定定于该法第13条至第20条 二、上述人员现虽无法规规范行政中立事项 仍不得运用政府资源 办理政党或公职候选人活动或应制宣导品 亦不得利用职权要求部署从事违反行政中立法之行为 二、行政中立法未规范的行为 是否均可从事 答 部分行为虽未违反行政中立法 但应兼顾社会观感 且留意相关行为是否有违观真 影响机关声誉 如属使者 仍应事情节轻重予以惩处 三、竞选连任的公职参选人 得否于机关办理活动时要求上台致辞 答 可 但应留意避免提到任何竞选言语 也不得发放相关竞选文宣品 四、公务人员登记为公职候选人 是否得于候选人名单公告日前后 请假从事竞选拜票等行为 答 如从事竞选活动 应请示 休、假 五、某议员候选人或政党邀请本府公务人员或机要人员等 参加有关政策方面的会议 如前往是否违反行政中立法 答 虽可出席 但公务人员应警救部特定之公共议题予以讨论 并避免表态是否为特定候选人证件背书 且应遵守公务员服务法不得泄漏机关机密等规定 六、公务人员得否据官嫌及具名赠送花篮与特定政党、团及特定公职候选人 答 行政中立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四款 仅规定公务人员不得为支持或反对特定政党、其他政治团体或公职候选人 在大众传播媒体据嫌或具名广告 资以花篮并非属大众传播媒体 因此以机关名义或首长名义 亦或公务人员以私人名义制赠花篮 并无违反该款规定 但仍不得运用公款之应 七、地方名选首长可否运用公务车及巡视之名进行竞选活动 答 基于职务地位使用所属行政资源 进行公务巡视于合法性顾无疑问 但已于巡视过程中 仍对公务目的与政党目的兼做明确区隔 如公务巡视过程中 顺道进行政党活动 或未助选与辅选活动之行为时 于公务目的行政资源之使用为合法 但基于政党目的而使用行政资源部分 如公务车辆、公务油料部分 即有将行政资源为公器私用之滥用行政资源情形 八、公务人员可否参加党团活动 答 一、可以参加党团活动 但不得担任政党职务 二、不得于上班或勤务时间 从事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之活动 包括于政府机关内部 成立或运作政党之党团 及从事各种党务活动等 三、另参加党团活动时 应留意行政中立法第九条 及其施行系则第六条相关规范 九、既公、公有、驾驶、临时人员及住位景等 是否需遵守行政中立 答 一、有关各机关学校 适用公有管理要点之公有、既公、驾驶 以及临时人员所需遵行之行政中立事项 系一行政院订定之行政院 及所属各机关学校公有及临时人员 办理事务维持中立注意事项办理 二、有关住位警察行政中立之规范事项 一内政部100年2月10日令修正发布 增订各机关学校团体驻位警察设置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之一 各机关及公立学校驻位警察行政中立事项 准用行政中立法规定办理